刚才一直在互相观望的ST离得比较近 我觉得ST真的顾虑蛮大的 因为它是从ST那边拉得住 谁看到ST是犹豫了一下 舒涵趴在这个位置 这确实给光架到了 应该是没有想到 这边通过后点这边是赶紧过来帮忙 格子黄色 近点上一个小时后 就是靠一个反应力在背身 15Z外出枪 现在雙方是各自损失一员战将 不过对于15Z外来讲 已经是阶段四的篮圈了 不好扛 还好这边人多 相对来说这个后点枪线是比较足的 黄色面对派 三个人集结第一处小石头 这代表着我要是从正面过去 非常的困难 但度假村而言 这是一个南部重要的出城口 也算是派这个位置 会让他们的节奏相当的难受 没有选择跟对方继续去卡这个位置 看一下侧面的一个信息框 NV腾讯视频的order 是雷倒了微博的大将军 另一侧RSG 摸到了ST的一个近侧 这是在侧面反坡之间 ST也有所反击 最开始应该是ST是属于防范 不过这个手雷 有点机会 有没有 最终是补掉了一个苏男 但是在后面RNG小智的一个架枪下 这RSG也是付出了代价 小智这边比较难进 所以说只能看到谁打谁了 这可以看到天堂度假村里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中大型的城区 它可以藏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有AG有Pi有RNG 这代表着我想在这样一个城区旁边作战 一旦受到第三方的干扰 首先我没有办法去迅速地解决它 以及我来之前我也会受到一些问题 我再看一下这一边 刚才一颗手雷引起的微博与NV腾讯视频的战斗 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微博战队是仅剩北斋一人 所以你看下来现在的战役 也就是这么南北两处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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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KG闻风而动 NV腾讯视频与微博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先看一下这一个禁点上一秒蹲枪 带走了微博战队 不过刚才DKG也是趁着这个机会 直接拉到了他们更靠圈内的位置 但是DKG目前它是一个圈边 而正面拉过来是4EM 现在就是观察到圈边正在进行一个作战 DKG穿过了他们的点围 但反而是把4EM本来想踩的位置给提前占据了 这一个马路会让4EM现在的移动非常的尴尬 刚刚没想去那是因为确实距离是有点被限制了 再看一下北部 在刚才RSG跟STE的纠缠之下 STE选择了先行来到蓝圈一侧 RSG扛着蓝圈 不过Pi现在打完加分之后 一路是一个推进式在进行 从现在的局势来看 杜加村一侧四支队伍 暂时能够状态齐整的应该是Pi战队跟STE战队了 火炼战打完直接走了 释怀 一辆火力合金龙骨先往圈里冲 想抢一个Pi的顺利 Pi就是 那现在相当于被STE给抢到了一个圈内反架他们的支点 另外一边4EM是成功过了马路 可以看到Ling本场比赛也是迎来了自己的第五个淘汰 手感相较于昨日是有明显的提升的 OEM这边最终还是选择想要正面冲击DKG的防区 这边是一个个防区在清啊 知道侧面应该是知道对方过来救了 清晨 雷魂火 想利用一个防区到支点打开这个突破口 侧面的位置很重要 少庭上是一个买点 那现在把清晨给打倒了 小小剑他这个位置啊 首先打清晨的这个 他想打这个86的角度很难受 是的 他不太好是正面去对这个 但是86直接压过来吗 那侧面这是谁的枪线啊 两边是已经回缩到防区内部去打架了 像素这个点想绕后吗 时间不会给他太多充裕的动作了 哎呀 但4EM这边很吃雷啊 AGC5ZY迎来自己本场的第五个淘汰 再看一下吧 小小剑跟像素 哎呀 那一颗雷在北雷倒之后 4EM剩下最后一个编制是像素 而且没有载具 他现在处于NV腾讯视频与DKG的中间 包括两边是想拉到反应去打 因为高点NV的枪线是一直在圈这边 那现在DKG对于整一个南部的 哎呀 这是看见了 ODER火力车坐在上面 那4EM本局比赛比较遗憾 只不于第六名 那现在接下来去迎接这个圈边的就是成DKG了 可以看到刚才DKG一波穿插到了圈形的东部 确实对4EM他们的节奏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对因为你正面去进攻这个防区 你知道它的人员编制还是很完整 你不太好去打 对的 而现在场上的圈形分为两个主要战场 一个是北部 那刚才琴九JDE 包括最南 北边进来的STE 现在是在北部乡架 那刚才还有一处呢 就是东南边 DKG和NV的两处势力了 你排开这几个防区 其实最中心的这个山头 大家都没着急上 都知道先要卡好自己的一个后身 但是侧面这个守圈人你是很难去处理 先架并补掉了DKG的86 告诉你这个防区你出不来了 看下DKG还有没有一些道具 那烟雾弹的数量取决于能否顺利的至少离开这个防门 但是目前圈形没有给到NV的话 头顶担心来人不过南边 相对来说是没有什么人的 我们看一下散命的这个动作 先是封了一个烟 我觉得应该是想继续进一步 先到白圈里面再进一步的反架DKG的 但是京东这边一旦登高顶的话 NV的侧面就难说了 那京东如果踩住两处的高点的话 这对两队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现在NV腾讯视频与DKG他们的驾枪过程中 是出现了一个粘制 那相应的GDE刚才是响枪了 这边都是想赶紧把防区的分数给拿完 来了竞争 打倒了天斯哥 不过高点的北渊也被打倒 那现在挤队各自有一个倒体的状况 会不会先缓一会呢 先对来说京东这个点还是需要 NV这边是想办法去处理一下 他应该是有个后点的 哦 怡这边是有一个后点的击 徐米再架一下弱败DKG 最后一人没有能逃出升天 那现在在NV的反卡之下 DKG是被淘汰 而看一下NV现在的一个走位 刚才怡呢是已经拉到了一个 与JD相反的位置 说明了他们不想在近点被压制 一人架枪牵引的情况下 剩下人直接冲啊 没有侧点的压力 我许的直接正面 转剑 跟其后一个护卡切枪扶地漂亮 这边继续往前走 但是还在找啊 领焚场已经第八个淘汰了 再看到继续往前冲 散兵顶在一个近侧 JD与圣元的队员是在他的右边 应该没有露脚步 完全把对方是压在蓝圈里面打 听到了 看到了北渊最后淘汰了JD一不过 琴酒来得很快啊 YDD看到了另一个侧身 那现在NV两大输出点位倒地 场上迎来了一个三打二 YDD一直是在这个反鞋不断去试探 但现在NV他是想往反鞋继续去拉开距离 琴酒架枪点是给到了一个打手 刚才他们正面拖住了NV之后 让打手绕到了现在 YDD打破了琴酒的一个拉枪位 这边包夹没形成之后 后点就要得赶紧跟上去 YDD一通混淹 SUNFLOWERU打倒了1 再看一下近点上 那现在居免成为了NV最后站立的人 打位置已经被锁定了 SUNFLOWERU压到近点 后面是有队友在跟的 怎么说 相互混战最终 那这一局 SUNFLOWERU又赢下了一个进展 那我们恭喜琴酒架 就是不这样 talked了 NV最后站立的 帝国超速要断技種